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4年8月13日,星期二在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走勢,恆子今天是高開了,高開了之後呢,他最高去到17253,星期二在拍片和日線的144MA 但是跟兩天前一樣,上面有沽壓,就被沽回來了 兩天前呢,兩個交易日前,他仍未收到陰燭 即是他在這條144MA以上被沽下去,但是收的時候也沒有收到一支陰燭 那如果今天又是試回144MA,又是被沽下去呢 然後又變成今天,由之前的陽燭變成陰燭 因為他這裏上來,看到四支都是陽燭的,都是藍色的 但是如果今天收陰燭,那就差了,應該是轉差了 那看一看小時圖也是,看到STC是做了四叉 然後搏入它,如果收在8MA下面,那就應該會轉差了 那上次也收了,同樣是有這樣的訊號出了 72上STC,72上四叉,然後收到8MA下面 但是,看到有時候,當然這個位置不知道有沒有升穿到 如果真的最後收穿在上面,那就才有機會轉回看 如果不然,就算它升穿也好 看到微微的升穿也是,還有機會繼續下去的 因為它的STC,最終都是大機會落到30下面 那這個MACD方面呢,它在這個位置金叉 那上次的這個利淡的訊號,都未令到它做過四叉 那這次再出,那就有機會四叉了 那也是一個比較利淡的訊號,MACD的四叉 再加上它的日線圖,兩次都站不穩 兩次都站不穩那144MA,應該都是有 都是轉淡的了,另外就是有個時間周期 它由這個低位上去,今天是第六日的 第六日,那第六日就趨向收音軸的 那所以今天就應該是,根據這個時間周期呢 今天應該是會收音軸的 那所以今早衝了上去,都知道在上面那些位置太淡了 那看看Patreon分了一圖 那看到這個是昨天的圖 那昨天就說到,重要的位置就是16975了 那它最後都沒有跌穿的 那所以就有機會多走一個C5 那C5就最起碼會升穿C3 那它今天走出來呢,最終呢 看到今天的走勢呢 它這個位置沒有跌穿 那就是這個位置呢 C4這個位置沒有跌穿 那它最後呢,都是再衝高了一點點 但是它都是沒有跌穿前面的頂 那那就變了,叫做 那個方向上呢 就,昨天這個方向呢 就叫做正確的 但是它就最終那個浪型呢 就不,不吻合了 因為它沒有跌穿的 C5是沒有跌穿C3 但是它的方向是向上的 那那,而圖中呢 這個2,1是向下的 1,2,3,4,5 這個都暫時都是成立的 因為它那個1,那個起點都沒有 起點都沒有跌穿的 那那,只不過是那個2呢 就高多一點點而已 那,看看即使圖 那,看看即使圖 那,看看即使圖了 那,看到 4小時圖 那,那 那,那 昨天說到這個位置跌穿 那才是 大機會破底的 如果這個位置沒有跌穿呢 它可能還有一個 小5浪的 那,這裡是A,B 然後由這個位置開始 就1,2,3,4,5 那,大家看到它的 小5浪呢 就差一點點才升穿C3 這個C5浪呢 看到它 都沒有升穿C3 那,所以這個 那個,雖然是那個方向叫做 是 對啦 就是,這裡都是向上的 那,但是它就 沒有升穿過頂 那,所以剛剛那個Patreon 今早分享的圖呢 都是可以這樣數的 1,2,3,4,5 那,現在走著 跌浪,這樣數都沒有問題 那,那,暫時就不像一個推進浪 不像一個向上的推進浪 因為如果它向上呢 它就應該是時候要走那3浪 時間上應該就 需要去到 那3浪的位置 如果不是呢 因為3浪最多是1浪的7倍 那已經比較長了 這個位置開始的3浪呢 假如它是3浪的話呢 那就比較長 而且還沒有出到那個3浪的特點了 就是它需要升得比較多 以及它不可以跟前面的浪重疊的 那,要先拉開那個距離 但是它就沒有這樣做 那,就是這個呢 就應該就不是一個向上的推進浪 就比較像是一個調整浪 調整浪就是反彈 那,最後呢 都應該是會跌穿個底的 那,所以現在的看法呢 都是比較看得淡 那,4小時圖的MACD是相對高位 而且開始準備做過4差 那,這點都是你彈的 那,看一看 上陣指數走勢 那,看看上陣指數的周線圖 看到它這個星期呢 都是逐漸在向 下面那個 0.618這個位置走 就是周線圖這個整個升幅的0.618 它就應該在那些位置走 因為它上個星期收了在0.5以下 那,它其實3個星期前 已經是收了在0.5以下 那,那就先做個反彈 先再下0.618這個位置 那,要看它究竟下到0.618 今個星期會不會收在下面 如果收在下面呢 那,再看差一點 去到下個位 0.786那個位置 那,看看標普500指數 那,看看標普500指數 那,看看標普500指數了 就馬上有個固滑 在上面 那,可能已經是開始做下跌浪 那,因為之前說到 那,這裡是有可能再破多下跌的 那,這個反彈的阻力位呢 那,就是 是 和前面這個S浪 是有機會有比例上的關係 看到現在暫時的SS浪呢 就是那個S浪的1.618倍 那,也都未站穩的 未站穩的 即是有機會是轉回跌的了 那,所以就 隨時都有機會下跌的了 那,看到上升動力都在收縮 收縮著 在收縮著 在減弱著的 那個上升動力 那,都好像是 即是它可能會 破多一下頂也都不奇怪 即是它破一下頂才再下 也是可以 又或者直接下跌也是可以 所以 所以那美股 暫時都是比較看得淡的 那,美股都是偏要看淡的 那,美股 那,另外就是 那個 看,看蠟子 那,看看蠟子的 日線套了 拿回它那個 打折它這個S浪 那就拿回它的SS浪 和它比較了 那,它見到它暫時去到 到1.618,差不多到1.618,見到還差大概200多點,還差200多點就到1.618這個位置,那會不會到可以去到呢,才轉向呢,還是中途會有一些,見到有些MA在這裏的 那些MA可能令到的轉向也有可能,這個比例是未必到的,這個比例到不到也很難說,但是中間會見到有條MA,有兩條,有條應該是144和21MA,那都是有機會在這些MA令到的轉向的,所以這些位置應該是,有機會再上多少少才轉向, 那這個形態上呢,這裏應該就是一個,A,B,C,這樣的反彈的結構,那反彈完就下去了,那看一看, 看一看道指的走勢,那看一看道指的走勢,那看道指的走勢,看到道指昨晚就收了一月陰燭的,看到他受制住那條55M,日線圖,那他試了幾天,試了三天, 之前那兩天收羊竹的,再次就收陰燭,那應該開始差的了,那三次都站不穩的,那接著又羊竹轉陰燭,那應該都是繼續轉陰燭的了,那就是說那個道指應該就開始,會,那些陰燭會大支的了,那因為他轉角位,那當然就,那些陰燭會大支的,那當然就,那些陰燭會大支的, 那所以那個道指,那應該是,那些陰燭會大支的,那所以那個道指,那應該是,那幾天就像是會跌得多的了,應該會,那應該會跌穿前面的底先,那先再上,那看看黃金的走勢,那看看黃金的日線圖,那之前讀的一個, 那個比較大信心去到的位置就到了,那就是那個2467的位置,那之前說到,那這裡就,要是走123,那走123,那當然就會,那一浪又不會,一浪氣點不會跌穿,那之後就會是會經過,經過2467的位置,那些位置,那些位置,那些, 它就會經過的,那它就會經過的,那如果它不是走三浪呢,那如果它不是走三浪呢,而是, 先走一個B是一個CZ,那先走一個C,那先再上,那它都是會,那它會經過2467這些位置,那因為那個CZ的C,那就是這個,這一段,CZ的C,那要最少是那個B的, 那所以就,那這裡就,那看見了90%的位置,那就是2467那些位置,那這些位置,那就是無論那個浪怎樣走呢,那其實都會經過2467這個位置,那所以,那最終就去到了,那這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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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大信心的波幅走出來之後呢,那之後就開始難看了, 因為如果它走三浪呢,它會走,那它會走,那這個是一個CZ反彈呢,它會再下一次才會再上,那如果這裡是三浪呢,它是1,2,3,那我就直接上了,那但是三浪呢,那當然就會站回1比1先了, 站回1比1這個比例,那就是,可以量回, 看見1比1的比例呢,就是2489,那就是如果這個位置在走1,2,3,那它要去到2489站穩,那才再上去看2566那些位置,那就是如果站不到2489,那都還未能夠看2566,那要站穩2489,那要站穩,那要站穩, 那這兩位,那些阻力位以上,那它現在看到都開始是有一點點,有一點點阻力在上面,那看到是,那這些位置就開始是, 比較多變數的了,就是去了那個2467那個比較大信心去到的位置之後呢,就開始多變數了,因為它現在究竟是, 啊,首先這個頂也未破,它都依然可以是三角形的,在這些位置,A,B,C, D,E,那才再上,也是可以,那看到差一點點,都未升穿這個頂, 應該是未升穿的, 差0.6,即是1,1元都未夠,那始終都是沒有升穿,那都是不排除,排除不到它還有個三角形的E, A,B,C,D,E,那才上,那如果是這樣呢,即是它這裏只要它, 回到足夠25%呢,它又有可能是三角形,那之後那個走五落,那如果它回不夠25%,那就可以排除是一個三角形, 看到它暫時尾,即是它現在不再回的,直接上,那應該不是三角形了, 這樣的看法,那其實都比較看好的機會大些, 向上數的數法是多些,因為它就算走三角形,它都是上的, 如果它走1,2,3,它現在直接上,奇緣1比1再去1.58,那剩下一個就是, A,B,C,那才上,這個就會是跌得多些的,那它是平台浪,這個起點可以,跌穿可以,不跌穿都可以, 它在這些位置會跌5個浪下去,1,2,3,4,5,這樣上去,那所以就, 短線會有些調整,因為它是小視圖,看到它是, 比較高了,那個相對高位,是一個相對高位,那剛剛做了4X,那可能要做回這個MACD浪, 就是看到這個位置,上去的這個比例,要回回這個浪的某個比例,它才會再繼續上, 如果是上的話都是,那看它回多少,暫時0.236失守,那就是說應該是可以去到, 去到0.320先,最少,2456那些位,那就是2456或者2450,那這些位置有機會有支持, 然後再轉上去,那看看原油的,看看原油的,看看原油的走勢,那看一看原油,那看到日線圖,它是在做反彈的,那它的反彈是對應前面這個跌浪的,那看到它就, 就,昨天說到它站穩了0.320啦, 站穩0.320就有大機會去到0.5的了,那所以0.5就升穿了,那升穿了究竟它站不站穩呢,如果它站穩的話,它可能會先去到0.618的, 再加上它的MACD是比較低的,見到是,它可能真的會再衝上高一點點,那有可能它賣0.618的那些位置先,那就是79.18,那都要看它今天究竟能否站穿0.5這個位置,那但是又看到它這裡比較多, 那看到這個MACD是3,4條MACD是這些位置,所以這個阻力也有的,也有多的,那就,去到這些位置呢,因為之前說到這裡可能是走有兩個可能線,周線圖,那這裡是一個A, B,跟著B是有機會走一個三角形,但是那三角形究竟是不是這個位置完了呢, 還是要是再上多一下呢,才是完了那三角形呢,那這個就是暫時未知的,那那, 三角形的A,B,C,D,E,假如那三角形是這個位置完了呢,那就是這個是B, C1,C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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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分了做A,B,C的,那就是它是有機會走一個A,B,C,那就會開始C3,下跌,那所以在這裡讀一讀, 看那些A和C的A,那看到A跟C,那似乎準備有一個比例上關係,那就是一比二碰到白,那就是說,如果它這個是C2浪的反彈,分了做A,B,C,呢, 他可能在原理的位置就跌下去了,那就走C3了 這個位置就反彈C2了,這個就是C1 這樣的,所以這個位置79.312就比較重要 因為如果他在這個位置開始反彈ABC,他在這些位置就下來了 但如果他去到這個位置,再上多下,那就要留意了,這個可能是三角形的E浪 三角形E浪是分了ABC,分了1,2,3,4,5,一個大的A,大的B,大的C 這個是三角形E浪,這個是D 那這個反彈B浪的反彈在這些位置才完結 那到時才走一個C,大的C浪 那所以去到這個位置之後,就是體坦比有好處 去到79.32這些位置,體坦比有好處 因為他一來,第一個可能性是直落 第二個可能性呢,他就會是 回到這個位置,再上多下 那這裡1,2,3,4,5,大概都會再落 才再上,才再落 那所以在這些位置看淡,最起碼 這裡這個浪呢,都是跌得比較多 那在這些位置,就起碼可以獲利到 但是就捱多一個小浪,看到 他這裡回一回,再上多下 就,只要捱到這個小浪呢 那下去這些浪呢,都是可以獲利的 可以是 那但是,到時就要起碼,知道 知道要走,這裡 因為他在走A 那要在B浪的位置走 要轉回看上去 上去C 那這個是三角形的E浪 那A,B,C,之後再再跌 那這個行法呢,就是說 這裡的 三角形是這樣做的 A,B,C,D 這個位置才是D 還差一個E的 還差一個E 它的E就是分了做A,B,C 所以現在在走這個E裡面的A 都還差一個小5浪 還差一個小5浪 然後再B,C 那這個才是E 那到時才完成那個 三角形的B浪 那這個是A呢 B就分了做 A,B C D,這個是D 就是兩個星期前的低位 應該是上星期的低位 就是D 那現在在走E 走完那個E 才做一個大的跌 那是有兩個的數法的 所以現在呢 那這兩個數法都是 是走哪一個是暫時不知道的 那但是就 去到這個2.618這些位 去到這個位置呢 就怎樣都是 看淡著數一點的 最多是捱多一個小浪 最多是捱多一個小浪 那才浪 那到時 跌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就起碼知道 究竟是走了五浪結構 還是一個三浪結構 那就知道究竟是走哪一個的浪 究竟是三角形完美呢 那到時會知道 那看看美元指數 那看看美元指數的4小時圖 那還沒開始是 大跌著 那都是在浪 4小時 MACD 都是在浪 在接近水線的位置 那 稍後應該就開始這樣跌下去 又跌回去 上次這些低位 那樣 都應該像是這樣的 那日線就 在那裏 就是在那裏 回高一點 那MACD 再回高一點 先做一下反彈 那才再下 那周線呢 可能都是在這些位置 橫行一段時間 那才加 暫時的美元指數大方向都是向下 今天的影片就拍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個like 還沒訂閱youtube 還訂閱fino 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考慮youtube會員 或者patreon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